老师,中国最历史的省份是哪? 对于九州腹地时审通渠 炎帝皇帝的传说 韩古铝蛙的神话 殷商的甲骨文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兰昭元人培力稿文化、养勺文化 更考古发现赋予了中国远古历史更多的细节与佐证 从夏朝到清代超达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 其中3200年 荷兰一直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域 有20多个朝代 200多位帝王建都或侵都于此 荷兰18个帝籍式 有一半当过都城 中国八大古都 河南占了4个 洛阳、开封、安阳、郑州 见证着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 甲骨文与小传等书法遗迹 述说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延续 中年大帝如道国三家汇聚 也见证了这一过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 依托于这样悠久深远的文化系统 中原地区的书画、戏曲、武术、科技等新盛覆衰 松山耸立大和奔牛 春秋战国武霸七雄 郑、韩、魏、魏、晨、蔡、宋等 皆在荷兰 皇帝、赚须、帝库、大宇及后世帝王 存在荷兰执掌前空、手握风云 老子、孔子、列子、莫子、韩非子 范林、商妙、李斯、舒秦等无数死小家 曾在荷兰传道寿业 众恒百合 韩玉、杜甲、贾一、二臣、刘云熙、李少年 司马光、范仲淹等无数文豪 曾在这里辉豪泼墨、浅瞻低潮 燃笔、胡启、司马仪、黄忠、魏严、花木兰、岳飞 七戒光、史可法等无数名将名相出自荷兰 任有自身、苍结、一身、登注警、法治、胡道子等等 叹若新尘 荷兰的宣传口号是老家荷兰 4820个汉族信誓中 起源于荷兰的有1834个 300个大县中起源于荷兰的有171个 这里有国家中心城市 夏商古都郑州 河洛盛景、龙门石窟 十三朝古都洛阳 齐比上则图创作地 八朝古都开封 贾古文故乡七朝古都安阳 楚汉八祥地地乡南阳 老子故里周口 汉卫历史文化名称许昌 夏朝古都几元 商都昭哥、北谷故里、鹤壁、中华龙乡、浦阳、山水信阳、休闲、茶都、梁柱故里、驻马店、古城汝兰、玉中复地、山水阴城、平顶山、太极故里、焦座、华商支援、商人、商品、商业的发源地、商丘、郭国故都、三门侠、龙山洪化、发源地、金香、国家、食品城、洛河、分岸、叠仗、刺破九霄、迎接文明曙曙光、大鹅奔腾、冲刷里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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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刷里 沉添民族之机 平原浩道、波洒五谷、浦阳天下、造山、造水、造中华 这便是河南